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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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史学界对他有很多评论 那么但是就安庆起义与晚清政局的关系 那么就这个问题 那么史学界还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和论述 那么下面我想就安庆起义与晚清政局之间的关系 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准备分几个问题讲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安庆起义极大的震动 极大的震动了清朝统治者 安庆起义极大的震动了清朝统治者 那么徐西林呢 是浙江山音人 那么这个山音呢 就是现在这个绍兴 浙江绍兴人 那么这个徐西林年轻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仰慕他的这个同乡 那么他同乡是谁呢 就是这个古代的玉王勾建 那么他对于玉王勾建呢 能够卧心尝胆 是吧 清国复仇的这么一个做法 非常欣赏 那么1903年的春夏相交的时候 徐西林呢 就以去日本参观一个大阪的博览会 以这个名义去了日本 我们都知道1903年的 那么正是在日本的留学生啊 这个反清革命风潮 日语高涨了这么一个时机 那么也是呢 留日学生组建巨恶义勇军的 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候 那么在这里 徐西林呢 同反清的革命志士 像陶成章 龚宝泉 牛勇建等人 那么就一起呢 议论天下大事 那么在一起呢 就讨论呢 如何进行反清革命的这个事情 那么据此 据徐西林 徐西林个人讲 他说呢 颠覆清政府 这么一种思想 由此一专 到了这个时候 那么更加呢 坚定了 要反清革命的这么一种思想 那么 那么1904年 徐西林回国之后 那么在上海呢 会见了蔡元培 那么就参加了当时在上海的一个反清的革命组织 就是光复会 那么徐西林在1904年参加了光复会 那么在这以后 徐西林和陶成章等人呢 就在一起密谋 商量 商量什么呢 就是他们准备啊 要采取一个中央革命的策略 所谓中央革命呢 就是说 他们要花钱 筹一笔款 那么然后呢 向清政府这捐官 那么这个 在这之后 徐西林捐了一个四品道元的一个官员 那么相当于清政府的一个中级官员 那么徐西林在捐官以后 那么他就对于各个省的这个总督巡抚 就加清联系 那么无所不游说 就是到处呢 去游说 那么当时这个直立总督袁世凯 包括两江总督张之洞 浙江巡抚张僧阳 那么因为这些人呢 并不知道徐西林 他就是一个革命党人 那么被徐西林的这些说辞游说所打动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些地方的都府 那么就为徐西林呢 到处疏通关系 大通关节 那么特别是湖南的前任巡抚 叫做于连三 湖南的前任巡抚 叫做于连三 那么这个于连三呢 是徐西林的一个表书 那么这个于连三呢 那么就写信给安徽的巡抚 就是恩明 那么他就向恩明讲 说徐西林这个人非常有才 希望恩明呢 对徐西林呢 加以重用 那么而于连三 和这个恩明之间呢 又有一个师生关系 他们之间有个师生之谊 那么因此 安徽巡抚恩明 对徐西林 是特别的关照 那么 恩明就曾经向清政府呢 上了奏折 那么希望清政府呢 能够给徐西林 加二品贤 加二品贤 那么这个二品贤呢 就相当于清政府 巡抚的这么一个级别 那么这个恩明啊 对于这个徐西林呢 应该说还是很重用的 那么在1907年 安庆起义的时候 徐西林是担任 安徽巡抚学堂的会办 安徽巡抚学堂的会办 那么奸呢 安徽巡抚处的会办 那么在安庆起义的时候 作为这个起义的领导者 徐西林 当时的公开身份 是清政府的一个司品官 而不是一般的 这些村夫啊 或者一般的平民 是吧 那么也不是像海外的 像康悠维啊 梁启超啊 这样的一些 这个戊戌党人 那么更不是 像孙中山 是吧 像黄兴这样的革命党人 是吧 而是清政府的一个 四品道员 那么因此 这个安庆起义爆发之后 那么这个安庆起义啊 对于清政府的啊 这种震慑作用 是非常大的 可以说是极大的震慑了 清朝的统治者 那么关于安庆起义 对于啊 对于这个清朝统治者的这种震慑啊 那我想大概主要有这么几点 我们可以一起驾驭这个讨论 是吧 那么首先一点啊 就是徐熙林领导的安庆起义 使得清朝统治者呢 感到呢 非常的意外啊 感到事出蹊跷 感到不可理解 那么在1907年7月6号 就是安庆起义的当天 两江总督叫做端方 那么这个两江总督呢 总督呢 就是管辖啊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啊 江苏浙江安徽 那么两江总督 这个端方呢 就电告在北京的啊 这个北洋大臣啊 袁世凯啊 他说在这个安庆啊 竟然发生了 一个安徽的巡警学堂会办啊 徐熙林 枪击巡抚的这么一个夺夺怪事 啊 就是清政府的四品官 居然开枪呢 射杀他的上司啊 射杀安徽巡抚啊 他说这个事情啊 是事其极啊 这个事啊 极其令人的感到震惊啊 奇怪啊 是极其 那么但是很快啊 清朝统治者 更加感到的啊 是万分的这种惊恐啊 感到更加惊恐啊 他们就大声疾呼啊 说呢 此次变起仓促 说巡抚恩名 突被枪害 书身害策 此次变出非常啊 就他们感到很震惊 那么这个事情甚至影响到了啊 远在这个新疆的一些清朝统治者啊 那么新疆的巡抚叫做连魁啊 那么这个连魁呢 也非常忧虑的讲啊 说什么呢 说完省情形如此 其他亦可概见啊 就说安徽省是这样 那么其他的省 我们可以想象啊 是一种什么情况 那么尤其是当这个清政府啊 了解到 在浙江的这个大同学堂啊 秋锦也准备呢 响应这个安全起义 在浙江也要发生起义的消息之后 是吧 那么清朝统治者 更是惊恐万分啊 他们惊呼啊 说这个徐匪续谋日久啊 就是污蔑这个徐西林呢 是匪徒啊 说这个徐匪呢 是续谋日久 此党极多啊 说现这省查拿之啊 现这省拿货之秋锦 继续徐匪同党啊 文有语义万人啊 他说听说呢 在浙江拿货的秋锦 这些人 他们准备发动起义的人啊 达到了一万多人啊 那么他们担心呢 除此之外 除了他们所查获的啊 知道的这一万多人之外啊 他们更担心什么呢 更担心被徐匪之煽祸入火者 更当不知反击 更当不知反击啊 就说不知道被他煽祸入火的 参加革命党的啊 到底还有多少人啊 那么面对安庆起义 这么一个突发事件啊 那么清政府清朝廷表面上的很镇静啊 那么他通令各个地方的总督巡抚 是吧 要内松外啊 内松外紧 是吧 不可表现出一种张皇失措啊 金皇失措的这么一种性啊 这么一种 这个这个形态 是吧 那么而且他命令啊 这个余连三 就是徐西林的这个表书啊 命令余连三和沈家本等人啊 作为一个修订法律大臣啊 赶快进北京来修订法律 那么清王朝呢 想借此来表示清政府呢 对这个事情啊 是很镇静的 没有惊慌 表面上是这样啊 实际上呢 是 外紧 外松啊 而内紧 那么清政府啊 那么在表现出了一种啊 外松内紧的这个情况之下啊 那么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啊 那么这些防范措施呢 大概有这么几种啊 那么首先一点 第一点啊 他们对徐西林做了审问之后啊 很快呢 就给予了残酷的杀害啊 为什么啊 就是他希望啊 赶快把徐西林杀了之后啊 就是避免徐西林的革命党人 是吧 来这个返劳节育啊 那么来营救这个徐西林 是吧 那么这是一个事情 这很快呢 把徐西林呢 处死了 处于一个残刑 那么这是第一个措施 那么第二个措施啊 就是命令 南京啊 什么这个安庆啊 这些地方的电报局啊 凡是对于发 这个这个发送的啊 这种用密电码发送的这个商业情报啊 这个电报啊 一律呢 停止来来发送啊 那么他的目的就是防止徐西林的这个同党啊 或者说其他革命党人啊 那么利用电报呢 进行联系啊 重新策划新的起义啊 那么这是呢 这个清朝统治者啊 那么采取的第二个措施 那么清朝统治者采取的第三个措施 啊 就是恩明啊 在受伤之后啊 当时还没有死啊 恩明呢 这口口头呢 啊 叙述了一个扎鱼啊 那么恩明在这个扎鱼当中呢 他是这样讲的啊 他说这一次啊 这个安庆这个这个事变呢 他说我是亲眼所见的啊 说参与这个事情的人 只有徐西林一个人啊 那么这个事情和全学堂的其他的学生啊 没有任何关系啊 说你们其他的学生都要安静啊 不要惊恐 是吧 那就派人呢 到处呢 去张贴这个告示 那么恩明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意在呢 安抚巡警学堂的学生 其他的学生啊 不要因为这个惊恐而生变 那么而且啊 他们又传达了一个命令啊 那么这个命令就这样啊 就是说巡警学堂的其他的学生啊 说现在你们赶快回学校啊 回学校呢 领取你们的行李啊 那么回家去啊 那么你们就可以已经毕业了啊 那么等过了暑假之后啊 那么再回巡警学堂来领取这个毕业证书啊 当时他叫的呢 毕业的评照啊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毕业证书 那么这个清政府呢 也是表面上呢 表示呢 这个很镇静 那么但是实际上清政府是很紧张 那么这个恩明呢 过了几天 因为这个伤众呢 很快就死了 恩明死了之后 那么清政府的地方当局 不但呢是密布发丧 是吧 将这个城门紧闭啊 而且下一个命令啊 命令凡是看到学生啊 只要他穿着白羊白羊纱衣裤啊 就是他穿着白羊纱啊 这个衣裤啊 这个衣裤 这种衣服的学生啊 那么就截须插拿啊 都要把他呢 来勤拿啊 那么他们认为这些人呢 很可能是从国外回来的啊 那么响应叙旗连起义的一些游学生 或者革命党啊 要插拿这些人 这是他采取的第三个措施 那么第四个措施 就是两江总督端方 在听到武昌这个安静起义的消息之后 那么急忙呢 从江苏调了两艘兵船 还有一个团的兵力去安徽 是吧 那么这个两江总督张之洞 也急忙呢 从这个武昌方面 调了一艘兵船 还有一个团的兵力去安静 那么他们的一个共同目的 就是防止在安静再次爆发起义 那么而且端方特别命令安静的这个地方当局 必须要把徐西林 是由什么人来引荐德差 什么人引荐他做了这个清政府的 这个安徽学堂的会办 是吧 和徐西林共同住在一起的是谁 是吧 和徐西林平常来往最密切的人都有谁 徐西林所用的枪 是从那个洋行购买的 是吧 包括 那么这个参加这次这个安静起义 还有没有其他学堂的学生 还有没有其他的外来的匪徒 对于这些事情都要呢 彻底的进行清查 逐一查明 就是要这个进一步的呢 来清查其他的革命党人 这是他采取的第四个措施 那么第五个措施 就是在这个徐西林起之后的第二天 就是第三天 7月8号 那么清政府呢 从这个 从日本大阪 开往安庆的一艘这个商轮上 那么就发现了很多炸药 那么这些炸药呢 都藏在这个衣服箱子里边 或者口袋里边 那么查获这个炸药 大概有七八十斤 那么清政府就认为 说这些炸药呢 很明显 就是海外的革命党人 接济徐西林 这些起义者的 那么因此 他就命令 上海啊 这个镇江啊 吴湖啊 就是沿途的这些海关 是吧 要采取切实的办法 对于从国外来的这个船只 进行这个仔细的搜查 就是查获从海外 接济这些起义的 这些武器弹药 那么这是他采取的第五个措施 那么第六个措施 就是清政府啊 很快就打电报 给清政府驻日本 驻日本的公使 叫做杨叔 给杨叔打电报 就命令杨叔 对于啊 参与革命党的一些人 你必须讲 像沈君业 施兆基 对于这些参与这个谋乱的这些人 要给予严密的监视 无论这些人什么时候回国 他要求杨叔啊 就要立刻 啊 及时的报告清政府 一旦这些学生回国之后 那么以便于清政府呢 设法密拿 来查拿这些革命党人 这是他采取的第六个措施 那么第七个措施 就是当时清政府认为 在这个长江流域一带啊 这些起义者 起事者 反清革命者很多 那么这些人呢 都是以这个排满 为这个煽动之计啊 以排满来号召这个民众 那么他们非常担心呢 就会出现各处 风温响应的这么一种局面 那么因此他就密电啊 这个沿海沿江的 这些总督巡抚 是吧 那么要严密的来防范 是吧 那么清政府 这个对于这个 各地的这个起义 是吧 那么都加紧了一种防范 那么特别是 安静起义之后 清政府的各级官吏 对于新式学堂的学生 这个防范呢 这更加 更加这个严了 对新式学堂的学生 这种防范 更加严密 那么他们纷纷的上搜折 要求清政府 对于这个学堂 要进行整顿 他们说 近日学堂 怪风恶俗 不忍赌文 说近来啊 这个学堂出现了很多啊 这个这个 奇怪的一些现象 那么这些现象呢 作为清政府 清政府的官员呢 是都不忍的去观看 那么他说呢 为国家计 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 为世道计 由不胜洪水猛兽之忧 那么就要求清政府啊 对学堂啊 那么进行整顿 来防威杜鉴 防止新史学堂的一些学生呢 参与这个反性革命 那么这是这个 第七点 那么这个时候啊 实际上清政府呢 已经是风声鹤唳了 那么7月12号 那么在安徽巡抚衙门里边呢 就是这个公祭啊 就是祭奠的安徽巡抚这个恩明啊 恩明死了啊 对他进行祭奠啊 那么这一天呢 有一个人啊 提着鸡蛋 就冒充这个厨师呢 进入这个安徽巡抚 这个衙门啊 那么结果呢 被查获了啊 那么被查获之后啊 那么清政府的官员就认为啊 说这个人啊 没有发辫 没留辫子啊 说他既然没有留辫子啊 又冒充的是这个厨师啊 因此就断定这个人 肯定是革命党人啊 那么这样呢 就使得这个安庆啊 这个内内外外啊 感到这个非常的惊恐啊 人人惊恐 人人自危啊 那么更有人传言啊 说不但在安徽这个巡警界 有很多革命党人啊 就是安徽的这个军界啊 学界商界啊 也都有很很多的革命党人啊 那么这样呢 就使得清政府这些统治者啊 感到啊 这个革命党人是无时不在 可以说是神秘莫测 防不胜防啊 那么尤其是他们感到啊 特别无奈的啊 就说呢 这个有名的革命党人 是吧 就是革命党人他进行起义了 这个些人 那么还比较好镇压啊 异于这个逮捕啊 但是呢 无形之山祸难防 就是革命党人进行这种思想宣传啊 说这个事情是很难进行这个防范的 那么这是一个事情啊 就是在安静起义之后啊 那么这次安静起义啊 对于这个清政府啊啊 那么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啊 那么这是这个第一点啊 那么其次啊 就是徐熙林领导的安静起义啊 使得清朝统治者 都对你 最后 被他们做过了 感谢观看